HELLO 大家好,我是Kaze 我是麻布,HELLO 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介紹一隻手機apps 這個是apps,不是手機是game 其實都是game 有少許game的成分 但它是一個資訊性的遊戲 比較少介紹一些資訊性的game 其實這個apps可能大部份大家都未必有機會用得到 這個apps叫點掉 值得大家去share 去看一看,或者介紹給朋友去share 讓有機會讓其他朋友看到 這是一個什麼apps 其實這個可以按下給大家看 在設定 機構簡介 這是一個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狼中心寫的apps 其實我覺得算是寫得不錯 其實主要就是去幫助一些吸毒 或者不良好的習慣 或者曾經吸毒 但是戒不掉的朋友 就去疏導一下他 或者幫他 對,只是幫助一下他們 你知道可能有很多這樣的問題 大家不知道怎樣跟別人說的話 這個apps可以幫他解決這些問題 可能自己單錄完之後看看 原來這樣有 中了 可以去尋求這個解決方法 所以我剛才說 可能大家未必會用到 但我很支持大家去share 有一些人會需要用到 這裡下面有些聯絡方法 香港天水圍、天城村 綜合服務中心的聯絡方法 不如看一下這個apps 有些什麼 原來我玩爆了機 我們可以重新開始 選擇的年齡多少 我們模擬是一個有毒人的 40多歲有毒人 你吸引了80年 你多少歲? 我們21字眼 選擇性別 男 第一關 其實裡面有些不同的資訊 我們先看看 發覺的哲學家 克樂德形容 誤解是最黑暗的字 人對事物有誤解 可能跟段骨一樣的危險 容易做錯這個決定 你有沒有誤解 好進入 是真的不是的 選擇張卡 好來好來 開始 吸毒一定是受朋友影響 只要 找他們買堆你就能夠解毒 那很明顯不是 吸毒很明顯是 有毒癮 有毒癮 一開始有影響 但是 想解脫他 就不是不理會朋友 其實就是 咖啡那些 裡面會有一些成分 會讓你上癮 沒錯 不是 答對了 這些其實就是一些 小知識的問題 大家可以看完之後 就會知道了一些 是非題 是非題 這些可能比較簡單 我們不如看後面一點 報警拉吸毒的家人 是不是有用 即是有沒有用 我其實真的 我這麼深的 應該會覺得 是 不是的 因為拉吸毒 他不怕你解毒 如果吸毒很嚴重 甚至有生命危險 中毒甚至昏迷 人命有關 一定要報警求助 咖啡那我就回答是 我回答錯了嗎 正確答案是不是的 這個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回答 我們建議舉報 哇 哇 罰錢代表沒有按底 不是 YES 都有按底 罰錢如果可以沒有按底 這件事很離譜 即是付錢就可以了 付錢就可以了 好了 這裡其實有一點 給大家的一個 對於吸毒的知識 這裡是會有 有些的 另外還有些什麼 不如我看看 這個apps 會有些什麼 衛生組織標準 高來人分享 OK 進入了 咦 這裡是會有些聊天的 這裡是會有 那他會 這個他是在模擬一個人跟你聊天 對 我保證是一個性格很外向的人 但是吸食了毒品之後 我就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這樣 藏起自己 我沒有誇張 這些改變 即是見 不是馬上見到的 而是不知不間改變 由我第一口吸食毒品開始 我真的沒有想過 K仔會害到我這樣 或真的這樣說 可能我一直都沒有留意到 自己和家人的關係 會影響我吃第一口K仔的決定 我不顧後果放縱自己 我不是怪我家人 喂 其實可以不用我自己讀 不知道你有沒有跟我一樣 都試過這些毒品 我自己會讀 好感性 大麻 K仔 冰毒 可樂 冰頭 和未經醫生處方的安眠藥 和咳水 如果我搭油呢 如果我搭油呢 繼續聽他說話 我記得小時候 爸爸媽媽經常吵架 我和哥哥很怕他們會找我們出氣 大聲一點 大家聽不懂 後來爸爸也很少回家 媽媽也帶著我和哥哥 搬去紳士層居住 也因為這樣 媽媽經常出去打麻將 而哥哥經常跟朋友出去 這是一個故事 家裡就剩下我一個 我開始很習慣過一些沒有網管的生活 經常下街和小孩在村子四圍跑四圍玩 亦都因爲這麼多 越吃越多人 後來我學識了食堂 升了中學之後 媽媽想管 媽媽想管 她應該是問你一些 我們試一下回答吧 幾乎每天都有 應該是說一些 可能會不會有發生過的情況 然後就 給你一些 解決的方法 教你一些解決方法 可能是否評估一下你的狀況 大概 有沒有忽難 我們試一下回答到最糟糕的個案 有忽難忽疑的 你認為這些問題 濫藥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的 那你有沒有去過 你有沒有在過去的三個月 曾經在嘗試減少過 但最後未能成功 沒有 沒有 為什麽 就是成功 成功 成功嗎 對 想吃少一點 又不夠喉 想吃少一點 又 這個是一個很飢渴的毒友 對 很飢渴的毒友 對 是一個很飢渴的 在過去的三個月 你有沒有發覺 你不開心的時候 就想去吃一次 有 有 有 又或者因為濫藥 或者吸毒 影響了你們的關係 有 對話完畢 在平虎 你聽到的不是一個原創的故事 可能你們很難想像到我如何起床 但我真的 看評估 世界的評估 有關吸毒的情況 初步評估是令人擔心 因為已經未遲 明確上癮的身心反應 對 應該就是 評估一下你之後 就可以給一些建議 對 去做一些 了解一下你自己 去到什麼程度 要怎樣去改進 對 我講到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毒品 會引起的一些 停 不要讓她說 一些不同的毒品 會引起的不同的反應 這個冰毒 會引起的反應 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如果你想要毒癮 會發生什麼的情況 對 或者你預知會變成什麼 這個是什麼 好像有尿頻之類的 對 這個是K仔 好噁心 血尿 這些是不同的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知名美國病理學家 溫水煮蛙 溫水煮蛙 跟食毒品一樣 就是慢慢慢慢 死了都不知道 好了 其實除了剛才 會有不同的 介紹給你看 有不同的解決方法 教你之外 還有一點小遊戲 類似這個就是 停止吸毒 可以離開的群 這是一些比喻的小遊戲 你有沒有見過一隻蜘蜂 困在汽水瓶裡面 飛不出來呢 好了 那什麼原因 困在裡面 是怎樣進去 裡面又焗又細 又黏黏黏 進去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甜 還是慢慢飛進去 應該是用蜜蜂的瓶 藉了 藉了這個吸毒 哇 這個蛋作人 對了 就是 進去試了之後 就 出不了 就是這樣 那 叫你怎樣 飛出這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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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試試 我們就開始 有攻略的 為什麼可以 攻略呢 攻略呢 喔 OK 看完攻略了 我們 這個是怎樣 很厲害 好像有遊戲玩 停止吸毒 請搖晃手機 幫助蜜蜂逃離這個困局 是不是真的這樣 下面都是蜜蜂 你死了 喔 欸 後面那行就是心心 活然之 那你現在是控制 這隻比較像蜂蜜蜂 喂喂喂喂喂 喂喂 嘩 不停斬 這個球 1 2 3 4 5 6 6 這個遊戲也有難度 其實它是玩 用手機的左右 來搖動它的移動 對嗎 但它會不停向前走 不會的 要自己 我也是你自己是向前 欸 欸欸欸欸欸欸 你出不到這個困局 欸欸欸欸 出到一點 行不行 6年也要阻礙 喔 OK 開了一條命 用了35 反回目錄 其實除了剛才介紹的幾個 即是它會告訴你 毒品會有什麼影響 有些少知識之外 有些少知識之外 它又可能會說 這個財務 就是 欠多少錢 有很多 有啊 你負金王 貢獻 這個21 個人破產 個人破產 然後 好像這些問題 如果 即是 有點法律諮詢 對 類似是這樣的 我講完問題給大家聽 它會教你的資料在哪裡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 就會有什麼解決方法 你的債務是屬於哪裡 大耳洞 沒有跟家人商討 選擇感動 怎樣跟家人商討 它會有少少的 這個叫什麼 小小的推介 或者建議 給大家 一些方向 即是 可能有些問題 你會困惑很久 但是你不知道怎樣 去處理 亦都不敢跟別人商討 這個APP 可以幫助到你 解決這個問題 靜悄悄的 可以幫你做一些 輔導 或者什麼 所以有需要的人 是很好用的 當你跑到去 要 提借的時候 這些是真人的故事 真人的故事 給大家看 真人的故事 有影片看 很久我們不看影片 不知道有沒有版權問題 自己看 自己看 健康感狼 有一個健康感狼 大概會說 這些東西 會影響到你身體 會有什麼問題 食慾病 大家對這個毒品 都可以這樣包 什麼 那些頭的樣子 自己所說的 好像人家那些 二白那些 心跳的 好搞笑 一些小知識 對於不同的毒品 一些知識 可能大家未必會去了解太多 這方面的東西 大家可以了解更多 有些軟鬼的 好 最後有一個法律諮詢 對 看看 法律諮詢 你現在 當你有法律問題的時候 這裡 都會告訴你 如果你遇到這些問題 可以怎樣去解決 其實這個APP 是一個很資訊性 還有一個 很有... 怎麼說呢 應該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疑難 又不能開口 這個APP 真的很適合你 沒錯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APP 我覺得不錯 因為它不是 只是叫你不要 不要做什麼 不要做什麼 它是你一問的問題 它會告訴你 你去哪裏 找哪些地方 那個解決的方法 對 幫到你去做這件事 好了 今天就是介紹了這個APP 這個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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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一個很資訊性 還有一個很... 那些叫什麼 很解決到你 開不了口 對 開不了口 時候的一個方法 所以一開始我就說 這個APP 未必一定會適合你用 但是 這個是一個值得 大家去分享 推介給身邊的朋友 或者... 其實未必是你朋友用 或者你... 有自己有用 留意到這件事 留意到這件事 它可能自己下載了下來 亦都可能幫助到它們 去解決它們不同的問題 今天推介一個... 不是遊戲 小小遊戲 有東西玩的 沒錯 一個小小遊戲 但資訊性比較多 這個APP 如果你有這個 急讀 或者街讀的煩惱 建議大家下載這個APP 這個APP 在下面這裏 應該是這條片這個位置 下面這裏 下面這裏 有iOS 和Android 的下載連結 大家知道 QR Code 我弄了一個 下面的 description 也會有那條連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下載這個APP 那... 今集就來到這裏 下次我們看看 甚麼再介紹給大家 Bye Bye